今天是2月27,星期一是2月期指的結算日 按照市況看法,今月期指應該會在比較低的水平進行結算 待會再作分析,先看看上星期五的市況 上星期五早市恆指先低了127點至20223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鋸見過20233點,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跟隨而來,零碎的沽額甚深湧現 日中的低位曾經一度跌至206點,跌至345點 不過緊守2萬點的大關 恆指最後收了2010點,跌至341點 成交金額1140億 不過說真的,恆指夜期已經跌穿2萬點 收1萬9700多 換句話來說,整個大市仍然處於不斷向下市底 或者沉底的形態之中 也都說過了,1月27日開始的所謂的 中期急升後的調整 如果2到3,3到4個星期是很正常的 問題就是,如果外圍市況有甚麼變動 可能這個技術上的調整會擴闊到 4到5甚至5到6個星期都不定 好像上星期五,杜瓊斯指數跌了337點 納指亦跌了195點 再再會令到港股的跌勢會進一步加劇 先看看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以指數上星期收於2萬010點 其實應該跌穿了10、20和50天 而且10天線亦跌穿了20 進一步跌穿了50天平均移動線 10天線已經跌到2萬0700點 每天有8幾點的速度下行 距離現時還有7、8點 換句話來說,10天線不斷向下跌 顯示到整個大市反覆逐步下市低位的形態很明顯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 由於10天線不斷衝著下跌 只要大市在未來一段時期 不理哪一天 稍為確定 甚至會輕輕有一個後抽 是很容易觸及突破10天平均移動線 一旦出現這個情況 亦都意味著所謂技術上的消化和調整事 在那一刻已經是暫時斷食 不過這一天暫時來說是未見到的 我亦都說了很多次 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14597 是整個跌浪的低位 亦都是一隻左腳 中間升路上2278點 這個我叫項線位 由2278點開始的回落 市很大機會是會找右腳的 問題大家要想想 左腳在14597 右腳會在哪裏呢 例如一般的高低腳 橫行了相差半年 而大概相差是三千點 或者兩三千點 或者三千零點都可以 沒有所謂 這個是能接受的 如果右腳太高 這個就不屬於右腳的 技術上來說 自從指數已跌穿十二十五十天線之後 今早開出來 應該會進一步跌穿二百五十天線 換句話來說 正在移動線方面看 下一個防守性的點 就是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現在是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一 坐著水平 不過我們暫時不要看得太深 甚至技術上 一旦跌穿兩萬和二百五十天線 下一個防線就是 今年一月三日的低位 一萬九千三百零三點 因為二零二三年最低的指數 就是一月三日一萬九千三百零三 最高暫時來說 一月二七日的高位 二萬千七 一年的高低位 有何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月份之內 換句話來說 往後一定有更大的波幅點比目 換句話來說 如果現在這一分鐘 技術上 就算試一次一萬九千三 或者留下 都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始終現在還是二月份 二零二三年還有很多個月份 中間存在的變數量還是很大 反正年初出現低位 其實在技術上來說 都不算是太危的一件事 不過現在這一分鐘 既然大市仍然處於一個沉底之中 作為三戶的我們 暫時觀望 看看大喜等等 好了 總算分析就放到這裏